请茂部长 请茂部长 巨委好 是 茂部长好 对委员通论所提的这个传疫法的修正案 贵部同意 是 我现在好奇的是 委员会有这个提案 一定是接受陈籍 其实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案 因为国际海事组织以及国际的劳工组织 事实上对65%这个规定都是在放宽 所以我们属于这一块跟国际的角度来讲 事实上是不一致 所以我们事实上原来也在做检讨 后来因为委员提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表示支持 基本上是整个国际的潮流 对专业的从业人员 专业性的从业人员 这个年龄都在提高当中 像以传言来讲 现在科技化 现在卫星导航 自动设施 不需要说整个晚上不睡觉 不需要说用很大的体力 跟年龄关系实在不很重大 但是跟他的经验也很重要 机械化自动化以后 切脱是什么 切脱是现场临场的经验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有经验的人 反而更有价值 当然不要全部都是老人家在上面 年纪那么高的 但是有年轻的 对了所以说将来将来 有关体检等等那些 还是要另外一个配套 不能说有心脏病了 有另外的配套 有另外的配套 接受到人民或是团体的存情换的时候 通常都很保守 通常都很消极 不会去积极处理 一定要动用到 在地方要动用到议员 在中央要动用到立法委员提案 然后这个我们的 这个行政单位才会重视 或是才会采取行动等等 事实上很多国际的法规的修订 像那个IMO 国际航海组织 他事实上去年 他才做的修正 所以我们行政作业内部 事实上已经在作业了 后来就是刚刚报告 因为有委员提了 所以我们就敬表支持了 这个没有争议了 谢谢 这也就是有关 因为我们要国际接轨 那国际的规范 国际的标准 我们要这个 能够及时赶上 及时赶上 这个接轨 接轨最后是接轨的 但是时间落后 太多的话 影响我们的全球化 影响我们的国际接轨 所以我也是呼应 我们各个单位 如果国际标准 有所变更的时候 我们应该最快的速度 透过必要的修订 同意 我想这个也是同意 台湾很简单 台湾不走国际路线 是完蛋的 主观上面 我们没有内息市场 内息市场相对狭小 主观上内息市场相对狭小 我们又没有天人之眼 所以都完全靠人力 那人力就是我们的生产力 人的生产力 人的效率 那这个生产效率 市场在哪里呢 当然在国际 当然在国际 那我们人口又少 不成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 所以我们如果在国际化 不作为或是作为无效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 被边缘化 我们就产生弱化 边缘化跟弱化 然后最后呢 病几段投一 或说诊断错误 就会搞错方向 搞错对象 我想我在讲什么 听得很清楚 对非常佩服委员的这个 这个见解了 这是基本上长期的问题 所以不要等到问题 严重 以后再来处理 那个时候不只是事被公办 那个时候反而 可能原来 可以解决的变成 不能解决 像我们的治水问题就这样 治水问题就 你看 我们在地方早就看到说 台湾不缺SARS 结果弄的交通部 还要把好好的一个安平港 搞成SARS港 那个政策的错误 政策缺乏远见 缺乏通盘的了解 所造成的 这一个严重 后果 你看多可怕 今天证明台湾不缺SARS 那个早就 早就认得不缺SARS 十年前 甚至二十年前 台湾就不缺SARS 你看新加坡 SARS那里来的 印尼来的 那印尼来有SARS呢 它是整座山 就卖给新加坡啊 台湾高山这么多 怎么会缺SARS 我们不要说 老天把这个SARS搬到水库 把这个SARS呢 把它SARS搬到河川 我们才去清 本来我们就不应该缺SARS 就应该有规划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真的事后检讨起来 今天台湾很多问题 都是我们长期 似乎长期的错误 远程的 然后今天 要去把它改正 要去把它解决 真的付出的代价 必须是原来应付的代价的几倍几万倍 甚至变成可能解决 变成不可能解决 我想这个 就上一次我提到说 既然是桥梁 一劳永逸 不要有分级 安全不能分级啊 针对需要 安全不能分级啊 我说 你一样是河川 一样上面的这个桥梁 为什么国道和桥梁的标准 安全标准比较高 所以它不会断桥 跟各位委员报告 这个这个这个是 要要特别声明 省道的桥梁 跟国道桥梁标准是只有一套 对 过去的差异在哪里 过去的差异是因为 国道桥梁垮距比较大 所以它自然柱子做得比较粗 在河川里面落墩就比较少 那省道的桥梁盖得比较早 所以呢 它这个桥梁垮距比较短 所以造成落墩比较多 而且呢 柱子也相对就比较小 因为它垮距短嘛 所以 所以呢 像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同样都是新盖的桥的话 我们所采取的垮距都一样大 所以它的那个桥墩 大概也一样粗啦 一样大口啦 布展 布展你这种解释 你这种解释 垮距短 垮距长 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标准嘛 没有没有 报告委员 这是前后的关系啦 我就说早期来干 但是我们像 但是从 我要跟委员强调就是说 我们从 我们从这个工程的规范角度来讲 是同一个规范 你垮距短 你的桥墩就小嘛 那然后你 桥墩墩就会多嘛 那就是对需要 对它的需要 过去 这个 对这个我想的差异在这里啦 过去大概会 工程人员比较经济计较说 钱可不可以少一点 我同样把这个桥盖起来了 所以那样的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想法 它就会采取短垮距啦 那个因为成本比较低啦 那现在呢 就是大家觉得说 好 我们继续安全考量 我们就说 钱多花一点没有关系 然后呢 我们跨距大一点减少水 对水流的这个影响 然后呢 这样自然它的桥墩就比较大 然后大家看起来说 哎 这样标准还比较高 问题是在第一次 发现这样状况的时候 不应该重蹈覆辙 对啦 你看那桥盘报告 跟文员报告 没有 跟文员报告 我们上任以后 我们这一次改善老旧桥梁等等 我们就是用同样这个标准 就不要再去循环在里过去 就是要斤斤计较说成本 把桥垮弄得很小 我们这一次所有做出来的桥 通通都是高速公路标 同样的标准 这个我早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现在还有同样的性质的 我现在要跟部长讨论了 道路 道路 国道 中车在压 没事 省道 同样中车在压 就有事 限道 中车在压 更有事 然后你看 省道 限道 被压坏了 再修补 再修补 联系好几次修补 一年修补好几次 最后花的钱 会多 还是会比较少 跟委员报告 我想 限道以下的这些 限乡道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在做 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讲话 但是在省道跟国道 当然这个我必须承认 他们在工程标准上有差异 国道它的整个的基础 整整做的比较厚比较大 过去 然后省道就相对来讲 是不是比较浅 这一点我要承认 这个标准不太一样 因为路线有等级的差异 要不要检讨的问题 路线有等级的差异 要不要检讨的问题 这个我们可以来检讨 可以来检讨 当它的等级 当它的等级不符 这个时需的时候 是不是要提高 是 我想跟委员这样报告了 我们大概就是在这个 比较重要的省道 我认为说 它现在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道路这一部分的标准 实际上有大幅度提高了 那过去省道 大概被人家很诟病的是人孔 大马路中央就会有人孔 人孔也是一个问题 对 那现在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们公路局上面 他们对人孔的处理方式 是这样了 除非是经常要去掀开来的 通常那个人孔 要大概两三年 两三年不会去动了 所以现在公路局的做法 就把这些人孔 就把它整个覆盖起来 真的要去 埋到地下去 真的要去 对了 这个时候重新把它挖开 对了 现在卫星定位很清楚 对 基本上 基本上大概采取这样的做法 这样就是使 整个道路上人孔 因为高速公路上 没有人孔的啦 所以现在省道很多地方 就像这些 做了一些基本改善 事实上就是说 属于重要的省道路段 我们现在那个标准 都是用这个标准 这个有关道路 上一次我就是希望 说我们运输 这个研究所 好好的整体做一个研究 不要头痛一头 不要碰到一个问题 研究一个问题 应该全面的 日本的这个道路维护 为什么那么好 可以说是世界最好的 德国也相当好 但美国就没办法 像日本那么好 那台湾呢 更不用讲 改进中啦 改进中 所以改进中是改进中 是真的很痛苦 而且浪费资源 一次又一次 所以为什么不能一劳永逸 所以你说这个 有这个渐进的这个必要 来内资源的关系 来内经费的关系 等等等等 那你现在把这个省道 因为省道跟国道 其实是相同功能嘛 都是全国性 都是这个过境的道路嘛 然后而且在地方 你看每一个工业区的开发 每一个新设计的开发 它要载送各种这个物料的时候 它本身都是重车的 所以在重车在国道跑 结果一到地方 再在地方的这个道路跑 然后国道不会被压坏 那地方的道路就被压坏 所以这个问题哦 我想交流部是 真的要做一个 做一个统一 做一个系统的一个研究 规划 你中央你不定一个新的标准出来 地方不敢了 为什么 土利罪就出来了 检察官竟然可以说 你工程做得太牢固 标准弄得太高 所以有土利之险 用这样起诉呢 人家工程中间说 工程没有上限了 是顾这个业主认的需要 符合程序 议会通过议算 业主 就是政府 我同意 我同意委員的 这个说法 这很痛苦 现在地方变成说 一定要用最低标准的 用最少钱的 那个没有道理 那其实是浪费啊 对那没有道理 其实是浪费啊 所以还是中央 做一个统一标准以后 才能过 这个造成 了解 我同意委员的见解 谢谢 谢谢